接下来我们就进行魔床 九之五魔床工作机械 我们前面讲了什么床 车床 钻孔跟躺孔 抱床 锯床跟拉床 还有洗床 上一个单元是洗床 如果你有看老师的课堂版的一个重点分析 你大概就知道第九章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章 那如果你问我 如果命题者的角度来看 什么东西最重要 我马上跟你复习一下 你可能前面没有漏沟的话 我现在跟你讲 车床绝对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问我一定是五颗星 那接下来大概是钻孔躺孔 还有就是魔床 就是这个单元的魔床 我觉得是四颗星 也就是它会排在我心目中的第二顺位 那再来就是洗床 洗床 洗床是第三重要的 那抱床跟锯床拉床 它们加起来都没有洗床重要 老实讲 好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切到正体了 我们来介绍魔床 那魔床它说 就是利用高速回转 很多风 刀刃的一个砂轮 对低速运动的一个弓箭 的外缘内缘或平面 做精密魔销的加工工具机 这里有一个重点 它是对低速运动的弓箭 也就是这个弓箭 不一定是不动哦 有可能是会动 但是是低速 也就是相对来说 对于魔床 也就是这个砂轮 它速度比较慢 那魔床它特性加工效率高 弓箭的尺寸的精度高 光度加 等等 那因为各位是这个电图科学生 你们考那个2D饼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我们在312这个图 有一个名称 就叫做可调式魔轮星轴 这个就跟这个习习相关 好不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讲下去 下一个就是介绍 这个砂轮了 砂轮 它这里就会介绍 它的这个种类啊 规格 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非常重要的就是 砂轮三要素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砂轮三要素是什么 叫做魔料 年结计 有的人也叫做结合计 你先写下来 结合计 第三个要素叫做气孔 这三个东西叫做砂轮三要素 很重要 那这个魔料 这个魔料 魔料就是产生魔消作用的那个刀刃 你可以这么想 因为它的魔料 其实就是它的颗粒 就是它的这个魔力 也有人叫做魔力 好 来我们接下来往下看看 这个下面有这个图 给各位参照一下 参照一下 好 我们接下来看 什么是魔料 魔料它有分哦 有分天然魔料 还有人造魔料 天然魔料里面啊 你要知道哪一个东西是最常用的 最常用的就是很有名的就是这个钻石 钻石砂轮 也就是钻石是一个最常用的 它这里写最适于 可能你各位同学要补充一下 写三个字 最常用 最常用就是钻石魔料了 它常常会筋模 我们的这些碳化物的这个刀具 它的符号 把碳化物刀具画起来 这是考试重点啦 它的记号是D 大D 因为这个钻石 Diamond 对不对 就是D开头 好 下一个呢 介绍的就是人造魔料 人造魔料 这个自然界找不到的 人造魔料有哪一些呢 它摆第一个叫做氧化铝 又有三氧化二铝 氧化铝 这是最广用的 这个一定要写一下 写三个字 自己写一下 最广用 也就是最常用的 那第二常用的呢 就是碳化系 碳化系是第二名 第二个常用的 好吧 它的这个符号 SIC SIC C是碳 碳化系 那这个氧化铝 它说 其他就自己参照了 大概就是跟你讲 这个氧化铝 大概75% 4分之3 大概都是砂仑磨料的成分 大概你去买这个砂仑磨料 大概4分之3都是氧化铝 其他这个氧化告啊 碳化棚自己参照 好 接下来 常见的人造磨料 如下 这里就开始有一些 这个A啊 WA啊 C啊 然后我慢慢跟你说 好 像这个A啊 就是 你先看哦 A 它是氧化铝成褐色 那为什么会成褐色 因为氧化铝这个东西啊 它纯度不一样 就会呈现不一样的颜色 像这个成褐色的 我们就用A来表示 那A啊 你就自己想象 AL AL就是铝 对不对 所以氧化铝 这个来自于这边 好吧 这个褐色氧化铝 纯度很高 嗯 所以你就 这要写 你就写吧 纯度高 这三个字自己写 好吧 那它常常磨削哪些材料 钢料 好 所以像你看这个 这有照片 有没有看到 A 旁边写 AL 纯度高 这个就是 纯度很高的氧化铝 这样OK 好 再下一个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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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旁边写 就是WHITE W-H-I-T-E 就是白色的英文 啊 这个是纯度最高 来吧 纯度最高 刚才那个我说 叫纯度高 哦 这个叫纯度最高 这样知道了吧 哦 这是最高的 白色的 W 好 然后呢 它适合高速钢 超硬 注合金 这样OK 好 再来 C模料 C模料 就是这里写了 黑色的碳化系 黑色的碳 碳就是C 对不对 所以黑色的碳化系 绿色的碳化系 G-C 你要 能够把它的中文 跟它的英文 缩写 联想在一起 G就是Green G-R-E-E-N 就是绿色的碳化系 的意思 这样好吧 这个要知道哦 好 那 这个CBN 碳化棚 硬度仅次于钻石 钻石 钻石是最硬的 它第二名 第二硬的 对不对 哦 然后它也比这个 碳化系硬 哦 它的这个记号 是B 是B 好 那我们这样看完之后 你回到这个照片再去看 你可能就比较有感觉了 对不对 像这个A模料 刚才我教你写哦 A模料就是铝 合色的氧化铝 对不对 但它纯度高 但不是最高 啊 再来 WA是纯度最高 它叫做白色的氧化铝 White 你自己写一下哦 C就是模 C模料就是指什么 黑色的碳化系 看得出来哦 你自己写一下哦 黑色的碳化系 好吧 啊 那这个 它这里的这个氮化棚 啊 印度仅次于钻石 所以哦 其实如果你读书读到这里 你会懂得自己去排列魔力的印度高低 你就是读书 啊 不是那种死读书的人 那我这里跟你讲 你如果能够自己整理一下是最好的哦 好 老师也帮你整理一下 啊 早是常在教这边啊 都希望同学能够自己整理 来最硬的是什么 对 钻石 D 对不对 再来第二硬的是什么 CBN 对不对 自己要写哦 CBN 就是氮化棚 跟 不好意思啊 那第三硬的是什么 GC 对不对 GC 就是绿色的碳化系 第四硬是什么 C 就是黑色的碳化系 再下一个硬度是什么 W A 我自己就没有空间哈 自己写哈 W A 再下一个是什么 就是A 这样 懂我意思吗 读书哈 要能够去排列一下 啊 第一次学 写一下 尤其总复习的时候 你写一下哈 记忆性 啊 这个意象会更深 这样好不好 那其中如果你要 我再跟你补充一下好了 比如说像这个 碳化系 碳化系就是金刚砂 对不对 黑色金刚砂 你们再看那个 来令片 刹车片 常常就会看到这个东西 啊 他是特别用在这个 触摩 啊 那三氧化二驴 这个东西 可能很多同学这个 这个 不知道